请大家踊跃举手发言 发言时请报机关名称及姓名 谢谢 在我们QA之前 我先程序一下 让我公布一下 前十位 你可以把这个拿回去 前十个提问的 没有十个 所以前十个提问的 可以有奖品 然后在我们开始QA之前 我想今天各位听我们两位 年轻的朋友分享 我觉得我自己是 因为我认识他们一阵子 所以我知道他们真的是非常棒 帮子义工帮政府做了很多事 我们是不是请他们两位站起来 我们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鼓掌 真的我坦白讲 我真的觉得我们台湾未来超有希望的 对 我们的下一代真的超厉害 我们下一代真的超厉害 我们的G0D 现在在全世界是最大的公民社群 然后跟政府有这么多的互动 然后参与这一次 但是他们是很温和的 他们是真的希望台湾更好 所以我们感谢再一次 好 我们是不是开始 前十位 我是科技博人文师 小白银 我很佩服这个年轻人的热情 那我想请教的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G0D的这个Efford好像是 假如我从政政权的概念 它是一个momentum 它是一个movement 那movement闯到一个地方来讲的话 是 比如说我们克服了这个格兰伟的这个 之前那个很困难的一个门槛的问题 那我因为我其实来政府 我是从学界界掉了才半年而已 所以我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说 那么在你们过去的工作当中 因为后来的这个momentum 或者movement 它其实还是要跟传统的要 那个界面要衔接的 所以比如说以立法来讲的话 有没有你们的那个工作方面 有没有实际上对于那很传统的 比如说我们希望 我们觉得台湾现在该怎么立法 不管是A或B 那你们有汇聚意见之后 实际上影响到立法 让这个决策本身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看到 大概行政部门试着去整合 那我很好奇 因为台湾其实现在我觉得 行政部门之外 立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所以我是很好奇 就是说从这个movement的这样的一个界面 到传统的 特别是立法的这个 有没有成功的经验能够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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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刚刚那个政治现金 刚刚那个太阳迷背风 其实一开始本来是 就是冯茂雁老师 他想要推修法的 所以其实一开始 是我提了一个建议 就是他甚至不是修法 而是只是希望监察员 把他的那个内部规则改一下 变成说除了用名义记之外 也容许把PDF 然后用射程碟带出去 那后来就被提升到一个 立法院的一个层级 觉得说不只是 宣察院有 就是保护这些资料的责任 他也有公开这些资料的责任 等于多给他一个责任 那好像有三个版本吧 在那个我们的 直视距离民国会上面都可以看到 那也是因为每个版本 跟版本之间的比较 大家在PTT的 Public Issue版本来其他地方 都是直接这样讨论 所以在到他们实际审那一条的时候 我忘记是陈其曼还是 就是说现在多少多少项目 正在看我们讨论这件事情 我们讲的每一句话 他们都会跟我们提的 那个法案版本加以 所以回答您的问题就是说 这样子一种 你不要说是施压 试着影响 立法的这样子一种的movement 它并不是特定组织 或者甚至特定的cause 它就是有能够聚集 大家的视线的一件事情 然后大家去实际的看 立法院开会的那个直播 然后每一次直播的时候 旁边网友就会开始留言说 可是他提案里面不是在要写的 或什么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样子一种透明的状况 它也许一开始那一堵墙 没有办法一下子解消 可是至少让那一堵墙片透明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是有取得一些成功 而且那个好像也复违了嘛 就是说实际上大家当传有取得公私了 这是有一些成功的 谢谢 我记得好像以前就是立法院公开的 你像我们每次质询啊 或是什么那个 尾音的那个部分 也是基灵匹那边做过调整以后 所以你现在其实很容易可以找吧 是不是 你要不要说一下 这个就是想法 就放到YouTube上 好像也有基灵匹那边有经过一些加工吗 是技术行动医学呢 记住是剪 因为本来只有i-1678可以看的 然后那可能厂商建� 패上 那一种让很有困难 那所以当时就是也是在一场 然后黑客搜的时候 我们四个去一夜的朋友开了一个专案 叫做昵焉影城 那時候有上過兩天新聞 就是把它變成一個 好像大家在看電影的情況 然後當然他們還設計一些互動 例如像說你可以流血 然後可以鍵盤流血 但是你也可以鍵盤按一個 就出現藍血網把它盤回去 所以就是變成一個 比較有趣的大家互動式 觀影的這樣一個介面 那後來就是有一些 就是參與這個專案的朋友出來 在一家叫做臥草的一個 就是民間的一個社會企業 把它變成一個叫做 國會無雙的一個網站 國會無雙他們在這個上面 把它變成一個媒體 他們把它好像是看棒球一樣 就是本日最好的投球 最壞的爆投 最擦別球什麼什麼之類 然後就很專業的球評 譬如說今天在哪一個委員會 又上演了什麼什麼東西 就它像是看體育賽事一樣的 變成有媒體的效用 所以就很多東西 可以從聚靈畢這個 大家見面的平台裡面長出來 長出來之後 它不一定還是聚靈畢的專案 但是它總之造成了 一開始發起這個專案的人 希望看到一些效果 還在行程 謝謝 還有哪一位 我想請問一下 某點目前是只有英法德三種語言 還有加中文 還有韓語 涼化跟客家化 那如果說 以後有更多人想要學不同語言 要透過某點的話 那以後可不可以增加 比如說像日文韓文 或是西班牙文等等的語言進去 謝謝 我們目前碰到這大困難 並不是資訊技術上的困難 而是沒有像政府那麼大的一個機關在編 好比像說日文跟中文中間 然後它又願意開放出來的資料 所以任何時候我們能夠談到這樣的資料 的時候我們就會加進了一點點 那如果還沒有這樣的資料 我們只好不斷地去游說跟影響 有些大學 或者是有些像牛基大學出版社 他們一些比較古老的字典能不能開放出來 已經沒有商業價值的 可不可以開放出來 但我覺得最大部分的工作 還是像國教院這樣子 有專門的編制 有專門的預算 而且能夠請到很專業的老師 來幫忙審核 他才能保持一個字典的活性 不然的話我們就會一直看到 1960幾年代或1970幾年代的定義這樣 那我覺得保持這個活性 當然一開始有這些條目是第一步 可是保持這個活性才是最重要的 那這也是我們很願意 就是跟各個機關合作的 這樣 謝謝 還有沒有哪位 我是那個科技部產學合作師舊學會 那我現在請教的 譬如說我們現在有一些新的虛擬時代來臨 對不對 那這些虛擬時代 可能會造成某一些新的模式 這個模式可能跟我們現實的一些模式 是有所衝突的吧 那剛剛政委也提到就是說 你現在也在處理那個Uber的事情 那我想Uber這種事情的話 將來在我們各部會負責的業務裡面 一定會不斷的發生 而且不斷的衝動 那它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譬如說 它可能會造成某一些風險 可能會造成某一些風險 那這些風險 當然啦 對我們來講 怎麼樣去把這些風險去做排除 這可能行政上可以去處理 可是另外還有一個可能的影響是 影響到既有的一些權利 或是既得的利益 這個就變成對我們這種情況來講 就有時候就是 反而更難去做破除 那這部分就 這個格獎座這邊 新的這種虛擬世界的來歷 碰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們到底各部會要怎麼樣去面對這個問題 我先講我個人的看法 我個人的看法是比較支持Uber 我個人啦 因為你只要排除那些障礙 它因為資訊的透明 會讓大家把成本降的更低 它是讓這個世界可以更開放 可以更convenient 可以讓大家得到更大的利益才對 但是我們如果說一開始的時候 就因為有這些既得利益的反對 那我們這個世界不會變得更好啊 就好像第三方支付一樣 一開始他還甚至被起訴耶 但是這個對我們部會來講 一定是被人當很大的衝擊 不曉得兩位對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 應該給我們什麼樣的一些吃飲 跟建議兩站 我看這個我站起來 我看這個我站起來 蓋兒不夠高張 坐下來講話聽不到 既然談Uber 我們就從Uber開始開始談 因為這個部分我其實跨部會已經拍過會了 那我們對外也提了 那我先說明一下 就是說其實因為我在處理的部分 虛擬事業裡面我們本來就盤了很多 這個新的時代來臨 所以這個法規會衝擊到 就像剛剛講說這個勞動法令等等的 這個其實還蠻講蠻多的 但Uber這件事情呢 事實上我們經過了解它的模式以後 我們其實畫的就是這裡有個中文的底線 底線的意思是說因為它的模式上 它是乘客刷卡以後錢是直接到荷蘭的Uber 荷蘭的Uber在給到台灣的這個司機 所以但是它台灣有設了一個分公司 但那個分公司跟錢沒經過這個分公司 所以第一點的事情是說 因為它這個其實都是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這裡如果有財政部就知道 這個因為你的你的乘客跟司機都在台灣 所以這個是台灣的交易 所以這叫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它這樣子的一個交易的情況 它是沒有在台灣自己的繳稅的 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認為這是台灣的交易 應該要屬於台灣的這個角度 簡單來講啊 如果你今天刷的這個錢 是台灣的這個公司收 台灣的公司再給到台灣的司機的話 那你這樣是沒有問題 那你現在拉到外面去 那這個基本上 這樣的設計本身 它基本上是 就是不要繳當地的稅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我們管車子有自用車跟營業車 兩種管制 自用車我今天開車就是我自己 我撞到了 我沒有強制保這個第三 這個意外型 可是沒有乘客型 可是如果你今天開車是為了要 要服務別人 然後你也要這個收錢的話 那這個計程車 不是計程車 就是營業車 營業車有計程車還有出租車馬 這個管理是兩套 如果你是自用車 就自用車牌照 自用車的駕照 如果你是營業 就營業車的牌照 營業車的駕照 那你營業車保險不一樣 營業車檢查的次數也不一樣 就是要求你檢查條件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認為說Uber在 你既然是提供所謂的服務 就是運輸的服務 應該要適用我們營業車的管理 營業車的管理其實門檻不高 你說我們現在去機場 叫那個不是計程車 那個車子也都是黑龍車 一上去也都有毛巾 這個礦泉水 這個基本上它服務是OK的 所以事實上它是可以跟台灣的租租車 就是租認車合作的 那現在不這樣做的原因 事實上當然有它的這個想 不想要增加它的成本 因為台灣就是本地的稅不佳 所以它才會全世界 它其實都大部分的 幾乎很少很少的地方 也許大部分的地方 其實它還是限制的 那在這兩個 就是這兩個條件 就是台灣要付台灣的稅 然後你那個要用我們營業車的這個規範 那租認車的這個資格好像只要500萬 那個金額都不是很高的 就是你符合這個規範的話 你可以有很多的創新啊 它用Apps的方式這個可以怎麼樣 讓台灣的這個原來現有的部分的機制上 你還是可以把你非常創新的這個做法 你進來嘛 但是創新如果用在說 我不要繳當地的稅 創新如果用在說 我今天我不要用自用車 我不要用營業車的話 那你今天開了Uber可以這樣做 那我們所有台灣的營業車 全部都用自行車的 都用自用車的這個 這一套的話 大家可以接受嗎 至少我知道 網路上是不能 就是民眾大家 並不能接受說 我們所有的營業車 全部都 不管都用自用車的 這一套的這個規範 大家還是覺得當你是營業車的時候 你的保險還是要不一樣 你是營業車的時候 你的拍照的這個管理上 還是要有一些不同 那我們這個處理上是這樣 但是還是可以在這樣的一個 兩條線的情況下 我們去有創新嘛 那這樣也才是一個比較 比較公平的競爭吧 要不然對台灣的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領域的這個產業呢 也是某一個程度的不公平 因為他如果稅上面也不繳 然後這個就是相關的這些 對於乘客保護的這些 他也不會 因為他的作業上 他是完全不負責的 就是他拿了20% 錢拿了以後 他是講過 他完全不負責 也就是說 司機跟乘客有任何糾紛 他是完全全部責任 都說他不負責 那這樣的情況下 是不是我們大家可以接受的 一個方式我覺得 語論上可以討論 但是目前我覺得 社會的共識上面 並不認為出這樣的方式 是我們是 我們要鼓勵他的創新 是他的apps 跟那些服務上面 可以創新 但是 要說不符合台灣的 該繳的稅 跟該付的這些 對乘客的責任這個部分 我們覺得這條線 不應該是 所謂創新應該去 用創新這個大帽子 就可以說 我不負責任 我不繳稅 然後我不接受這個 對乘客該有的這些相關的保護 所以這個我想 我們目前政策上 是朝這個方向 但是 在這個兩個下面 還是可以有很多的創新 希望 這個 也可以促進你這個產業 更好的這個發展 所以 新的問題 會 需要去面對 但是 有一些部分管得到 我們管 管不到 坦白講 跨境的有些事情 確實會管不到 但是 我們要每一個案件上 我們 再去思考說 到底 在每一個具體案件裡面 我們怎麼去處理 謝謝政委 我補充一下 其實我覺得 Uber這件事情 對各位來說 或是對整個社會來講 其實 大家可以把它看成 是一個預言 這預言 大家可以說是 童話故事的那個預言 或者是 所謂的 先知的那個預言 大家去想像一下 光一個Uber 這樣子的一個business 在台灣最近 其實就博取了很多的版面 也佔用了 也不是佔用啊 使用了許多公家機關 在內部會議啦 討論啦 治理啦 或修正上面的 非常多的時間 其實大家要去思考 一件事情是 接下來的三到五年 很可能每三個月 會有十個像Uber 這樣子的一個 新創企業 你不要講席台 就是說席捲世界 這其實不會是台灣各 各個一個地方 或者是我們一個國家 獨有的問題 全世界每一個地方 都在想盡辦法 面對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不是說 交通部比較倒楣 或者是誰比較倒楣 這次就是Uber 事實上未來 會有非常非常多的產業 不管是生醫 或者是遠距 或者是教育 或者是各式各樣 一定 大家一定要想像一個 未來是 每三個月 有十個像Uber 這樣的一個企業 的事情要處理 那我認為各位 能做的第一件 最簡單的事情 是 各位還是必須要 理解 了解 現在這個世界上的 科技技術 產業的發展 變化已經到什麼程度了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今年CES剛結束 Intel在 The Chairman在舞台上面 拿了一個像扣 扣的東西 他說這個是Intel 最新的computer 那當你的computer 小到你根本放在身上 看不見的時候 你的隱私法規 你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法規 未來可能三兩年 就有一間新創公司 他開的公司 就跟這個東西有關 那如果我們對於這個社會 非常高速的 沒有辦法了解 到時候我們就是 等著他來的時候 我們才來迎接他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會 非常非常耗損掉 我們的一些行政效能 或者是我們社會 社會運作的一些能量 那其實我覺得整體來看 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 這些新創的一些事業 或者是一些 這些business 我認為都是三個端點 一個是既有的企業 像剛才你們所說的 所謂既得利益者 或者是既已經存在的 這些產業本身 一定也會有一些 新創的事業想要disrupt 想要摧毀或再造 那事實上呢 另外一個端點 其實是我們使用者 也就是人 在做的每一位 但事實上呢 到最後一定 不管他們兩邊怎麼爭吵 到最後利益一定會 偏向那一邊 事實上 就Uber這個世界來看 使用者確實想送到利益 隨叫隨到 付款很方便 不用拿錢直接就下車了 可是事實上 就鄭偉剛剛所提到的 事實上這個business 就沒有繳稅繳回台灣 那事實上這也是我們人民的損失 很多這種所謂的隱藏的風險 隱藏的損失 事實上我也曾經握底到 Uber的司機說明會 確實有司機舉手就說 我如果載客人出了什麼問題 出了一些意外 請問我們該怎麼處理 確實他們的回應就是 這個鼓勵你們自己去保險 但是我們不強制 那底下很多人就會議論紛紛 因為有些人是從傳統計程車上過來的 那台灣大家都對 他會幫你去處理這一塊的一部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所謂的隱藏的風險隱藏的損失 人民本身是不容易看見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認為 政府的角色就變得非常重要 如果政府不提前把自己 放到剛剛這個三角形的中間 去試著把一些所謂的均衡勢力 往人民這裡做一點點的調配或移動 到最後一定到最後就是 等到事情出來了 而且一次出現十個的時候 我相信到時候就算是夜問 可能也沒辦法一次打這麼多 所以如果能夠提前研你的 一定要提前研你 全世界各個產業都在做 而且很多事情是我們難以想像的 像我們在西埔 我當時真的花99塊美金 就是驗了我的這個DNA 結果22MB這個平台 一開始是可以看你 檢查你的身體 有沒有什麼癌症的風險 幾率多少 但是美國的法規就說 我不讓你reveal 因為你reveal 你可能就有一些 不管是隱私啊 或者是 那變成我的DNA比你貴 因為我的致癌率 反正是20%你的50% 對不對 那或者是 他們現在正在討論的是 那我已經驗完DNA了 我發現我 我的這個糖鳳的DNA很不錯 智商很高 考試考100分 那 他的DNA的這一段 發現跟別人不一樣 他可不可以拿去Pattern 他可不可以把他這一段 很優秀的DNA拿去 轉立 這些東西我們都會覺得 好像是 科外小說在那邊亂講的 但事實上 各國很多政府都開始在討論 譬如說 像美國的退休金的法條 也因為 這個所謂的科技的變化 他們也在開始做一些挑戰 因為未來很快 很多中產階級開始試驗 如果我們的中產階級試驗 還是用我們現有的退休金機制 他們40歲45歲 如果離開他們的工作被迫 那他們透過現在現有的退休金機制 可能根本領不到他們 可以活一輩子 到最後很可能 剛剛那個十字的這個遊行 以後可能不是兩年一次 一個月一年一次 三個月一次 這個時候政府怎麼辦 然後可能 我們現在是兩年來一個Uber 以後是三個月來兩個 那我想這一塊其實是 我相信今天的這一場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有很大一部分是 怎麼樣可以幫助各位提前去理解 去共識 其實很多很多的 不管是交通運輸 或者是生 這個bio health 或者是education 其實每一塊都正生生 而且很快速的被這些東西的影響 那我想 今天各位回去也許會有很多想法 慢慢的蒙發出來 那政府的角色我認為其實是 保護人民 也保護 也保護既有企業 也保護 所謂的新創企業 怎麼樣可以讓這三個三角形 可以彼此順利的運作 並且往前進 我覺得是重要的 Uber那我再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從正側面的角度 你不可能說只有Uber可以 其他不可以 所以一旦你開放的時候 如果你說Uber這個模式是可以的 那就 我們現在教設處 55688站 對 那他也可以這樣 對 然後所有的計程車說 那我為什麼要收計程車的那個管制 我就全部都用自用車 不用繳 不用很多 所以不用繳 牌照也不用那個 所有都不用 所以你一旦開你就要全部開 因為你不能不一樣 那台灣我們車輛的管制 要不要分自用車管制 跟營業車輛的管制 要不要有這兩個分別 除非我們認為都不要 那所有的這個營業車跟自用車都一樣 我們都不管 然後你也不用 看起來現在社會 並不認為這個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們還是有兩個管制的時候 那他的服務的模式應該還是要適用這個營業車這個管制 那這樣也才公平 要不然他永遠都是比別人成本低 這個應該政策出來要大家都可以用 不是只有針對他而已 在座交通部有要補充嗎 這件事情是剛正好在發生 所以大家可以用這個來思考說 真的時代改變 然後我們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 不敢當不是補充 事實上非常感謝蔡政委 在這段期間開始 就是Uber這樣的一個案例 來協助我們跨部會共同來思考 怎麼樣來面對這樣的一個 現在跟未來可能會持續發生的 政府部門帶來的一些衝擊跟需要做的準備 那我這邊事實上就是延續Uber這個案例的話 就交通部門來看的話 應該可以說它事實上是 以需 就是需跟時 時的部分就是 就是它用的車輛跟駕駛來從事運送乳客 來收取一定的報酬這樣的一個行為 事實上這個實體面的部分 事實上就我們現行的整個政府的一個法令跟團體化 它就是運輸業 不管是接營車或是小客人租業 但是現在Uber它現在開箱就是 它實上是虛擬來部分是資訊服務業 所以它跟我們傳統 所謂從實體介入去定義這個運輸業的話 大概這個運輸業的業者 它包括公司本身 它要負一定的責任 包括對人對車的管理 當然還有包括繳稅等等這些責任 另外車跟人的部分當然就是剛才證委 事實上我覺得證委現在已經變專家了 我們已經是一個專家 這個營業 它營業車輛跟營業駕駛 它的目的就是 它的要求 我們政府賦予這個運輸業者 對於它所處的人跟車的這一個管理要求 是 就就是強過這個自用車非常多 檢驗的這個車輛安全檢驗 駕駛的這個駕照的這個定期的這個更換 還有備前的查核等等 就是為了保障這個社會的公共的利益 安全跟消費的這個權益保障 所以我事實上接下來 我想可能我們面對一個問題就是 Uber這個案例 它登記的是資訊服務業 可是它實際上做的是 有一定運輸一定要用到車去運送 不管是人或是貨物 可是它切得很乾淨 它實際的這個運輸的部分 它說這個不是它的營業的項目 它只做資訊服務 它只做媒體 所以變成我們才現在面臨相關的部位 要再探討 包括稅怎麼去課程 那這一個 這個問題就一直衍生出來 我們這個部分 因為大家有在談 這可能要再講得更清楚一點 因為如果它的服務是提供給它台灣的公司是OK的 但是它現在金流是透過它 因為它是收錢 它是直接 乘客是直接付錢給它 所以將來乘客跟台灣那家公司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你出了事情 你是沒辦法去找台灣那家公司的 因為它所有的金流 我們沒經過台灣那個公司 所以台灣那個公司是撇得清清楚楚說 我也是無關的 然後河南那邊它也沒有 簡單來講 這裡面它們有經過很很很很整密的 這個怎麼樣可以都不 就是事實上是 你研究過了 對啦 事實上錢是錢是它收嘛 但是它基本上是 就是所有的來不提都沒有 所有的責任都沒有啦 對那這個模式我想 我們從政府的角度是 不能有 那個底線是不能放的 那當然我想可能這個 交通部還在研議就是說 在這兩個條件下面 那交通部在營業車的管理上面 有沒有可以參考Uber的模式 我們來做改進 那這個我們就賣個關子說 這個交通部正在研議中 那我現在跟各位講正在研議就表示 可能會有一些這個改進 但是剛剛講的那兩個底線是我們覺得 以政府的角度對乘客的安全 跟對我們的財政的收入上 我們不應該妥協的啦 這裡不是創新的問題 但是服務它的APP的這個好用性 跟那個介面的那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覺得 我們也請交通部做研議 看看管理上是不是可以更創新一點 那我們就保留一下 反正你快要有結論了嘛 所以我接下來實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從Uber的這個 過去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實際上也一直希望 怎樣能夠透過更有效的一個平台管道 能夠把這個案子本身 它所涉及到的各個層面的一些問題 能夠讓社會大眾有更全面的一個了解 那當然政府部門通常上到過新聞稿 或是辦了一些專業做檔會 可是像今天提出來這個 這個臨時政府 這樣的一個社群的這一個平台 我覺得事實上未來 應該是對政府在這些公共政策議題的 這種溝通才能很重要 那我想請教今天說 我們現在不管是國外的這個 這個整個先進的國家 這些法令的規定 他們有沒有開始在規劃 或者在思考未來的這個 虛擬世界的這種公民的這一個 所謂的溝通 怎麼樣能夠納入作為政府的一個 整個公共政策在制定的過程當中 的一個機制 我想請教一下 謝謝 這個部分應該檢處長你講對不對 因為國外 我們現在本來其實在國外 像美國就有We the People 他們本來就有平台 就是說你對於政府的政策有 不過他是我們的 我們人坑我們的大雙小雙 24小時完成之後 我說是在想之後 有沒有能夠組織一個 像小一的術水 小一的自然 每年都是那幾題不會 趕快都集合起來 小朋友在做功課對不對 我趕快 因為現在教育部補助很多天下 很多執行社員 那趕快給你一點就是 像現在不是寒假了嗎 我們教育部都有很多 很多教師 就整一個老師在對的 主事一對一的成本都是很貴 如果這個西林事件對不對 他馬上說 我今天遇到哪一套數字部分 像明顯打擊的字 就提得出來 如果這樣的事 可以這樣移動的大宗想說 會不會打破這個世界 他會不會打破這個世界 他會不會打破這個世界 這個其實是 就是翻轉教學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你並不是說 一萬個學校就一萬個老師 而是你挑裡面最會講的那一個 然後把它錄下來 最好是3D錄下來 然後讓任何人只要戴上 就是各位桌上那個 現在在這邊的眼鏡 就可以直接進入他的課堂 那因為其實在學的重點是一個 大家一起學的團體 這樣子大家碰到問題的時候 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回答 這是同學的意思 那虛擬事件能夠幫助我們的就是說 大家都在看某一位大師的影片的時候 大家覺得是不孤單的 旁邊是有人的 在做習題的時候 是有大家能夠互相討論幫忙的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MOOC 就是大規模的線商教育的 這樣子的狀況 那這個台灣好像就是 也挺常識特別的著重在這一方面 然後軍藝平台 然後也有很多人在做翻譯 所以事實上稍微找一下就是MLOC 應該可以找到很多相關的字 那具體裡面這邊之前有過一個 開放數學教材的坑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找一下 或者我們聯絡一下 然後看說有哪些影片 能夠貼到這個連結裡面 那數學之外的就是語言或什麼 我想當然日後 你只要在YouTube上面打開放教材 然後跟那個科的名字 應該都可以找到才對 那是我的想法 謝謝 我們虛擬事件這個專案裡面 可以接受所有這樣的事情 然後再統一去 基金幣那邊提出這些需求 好不好 好 所以我會補充一下 就是 我覺得剛剛應該看到 這是一個挖坑的示範 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這個 虛擬世界有兩大很重要的特性 我覺得第一個是剛剛講的 一個所謂的 一個同步的一種再現 就是說 其實大家回去 如果有裝起來 總之有機會希望讓大家 下一次我們會更豐富的測試 讓大家可以實際體驗 就是這樣下一批 但事實上這個眼鏡 你戴起來 如果那個程式有做到的話 你轉過 你低頭看自己 你會看到你自己的 這個下半身 膝蓋 這樣看還可以看到自己的肩膀 如果他有做到同步做得好的話 你甚至上學你轉頭 還可以看到你的同學 但你的同學事實上是在紐約的某一個地方 這些事情已經不是未來科幻電影 這已經是現在 在這樣的一個東西裡面就做得到 這是第一個 就是所謂的一個同步的一個概念 一個跨地域 跨繁離的一個同步 但第二個我覺得 虛擬世界有一個很棒的優點 是 如果你通過網路去做 一個所謂的協調同步 可以解決到很多的浪費 就是說我相信 就是說過去這個猛點 這個計畫 或者是GNV在做的很多事情 我相信台灣零零星星的 有一些人 試著要努力去做 可是如果沒有一個被架構出來的一個平台 沒有一個順暢的網路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platform 它可以讓大家都重置層層的 在一定時間內去完成同一件事情的話 事實上這件事情可能還會多更久 所以如何挖好一個坑 然後讓他們有一些有能力的人 有醫院的人 在這裡一步一步有系統性的 而且是很開放式的把那個坑 一步一步的填起來 這樣子其實在現在就能夠做到很多過去做不到的事情 那我想剛剛就這個所謂的數學教育 或其實不只是數學教育 其實很多很多領域只要能夠 我覺得現在今天這一天 我剛剛跟這個鄭偉聊了 就覺得是非常值得記憶 就是說 其實各位在各個部會 還有你們的各位的執掌裡面 其實一定有非常多繁複的事情 那不只是民眾的要求 或是你們自己內部發掘出來的需要 或是社群或是民眾 他們真正需要的事情 其實有很多東西是你們很難一下子 統合民間 統合內部 統合世界的潮流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連線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有中央政府的 然後有各個部會的 那以及有民間的這個社群 那怎麼樣把這個線串起來 然後把一個坑一個坑很整齊的挖好 讓社群可以一個坑一個坑很整齊的 很開放式的說我停到這裡了 我還需要誰的資料 那把這一段資料補起來 就可以進行下一階段的工作 那這樣其實就能夠解決到 很多很多過去解決不到的事情 我舉一個例子來讓大家想像就是說 虛擬世界或網際網路 到底怎麼樣可以節省各位的效能嗎 就是說其實我前一兩年 在這個政府單位裡面也跑了很多 大概十個部會有 大概十點 十點五個都會跟我講說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回復首長傾向 那事實上為什麼首長傾向回復不完 因為上一個人問的問題 你回了之後是回給他 你沒有一個好的搜尋功能 你沒有一個好的平台 下一個鄰村的這個張阿博 又再問一次 那事實上很多東西 這個就叫Redundant 我認為開放虛擬Internet 其實就是要替各位來解決這個Redundant 如果能夠把所有問題都能夠公開 被討論 然後被searchable 可以被indexed 那我相信各位接下來可以非常專心的在地人民處理 非常多很重要的事情 而不會花非常多的時間在重複收集資料 然後重複滅火 然後網路新聞又爆了一個什麼出來 我們又要在那裡解決 其實我覺得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大家都可以好好思考 是不是各位的部位也能夠挖一些坑出來 漂漂亮亮把這個坑展示出來 那我相信其實民間或社群 有非常多的力量 可以來協助你們解決這件事情 來幫助人民未來 不要每一次走到這裡 就像剛剛所提的 也許二十年前 我爸爸媽媽很痛苦與基督同籠 那也許二十年後 我的孩子也還是很頭痛與基督同籠 那為什麼我們不留一個坑 就把它解決掉 大家每次都可以很平順地走過去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概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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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技職師副市長老闆安 教育部也有一個Uber 那個計程車的Uber在荷蘭 那教育部呢 有比如說很多名校 比如說哈佛或者牛津在台灣 如果說 如果同樣是這種情形 那收費 學費就在國外 那這個就是牽涉到網路 遠距教學 我們有一個各級各類學校設立標準 這個是實體的學校 一定要比如說大學要五公頃 這個建築的校舍要一萬兩千 兩千這個坪以上才能夠 然後這個師資設備圖書要達到多少 這個都一定的 那如果是網路教學的話 完全不用 都不受這個 這個就跟計程車一樣 是一個不公平的競爭 我們其實 還有不只是這樣子 其實是從教育上的考量 我們提到是言教不如生教 我們這個老師是尊尊教誨 集資也溫 要去感覺 那現在這個網路教學的話 我拿到畢業戰書 老師是誰我都不知道 那個校園怎麼樣 我也沒去真正去看過 說不定根本沒有校園 所以我們現在的這個遠距教學 是就是說我們只承認 這跟鄭偉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有一個底線 我們大概就承認學分 比如說承認二分之一 那如果你到國外去的話 我們就規定說 學師要停留多久 碩士要停留多久 博士要停留多久 大概是這樣 不想跟鄭偉或者兩位有什麼指教 我眼睛要發光了 其實因為我自己是從14歲之後 沒有上過一天學 那當時是北正國中的一位杜校長 他幫我跟教育局說我要來上學 因為就是國中是那時候是國民義務教育 現在還是 然後那 對 那當時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我為什麼會不去上學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就是在那一年 網絡網絡就被發明了 就是有網際網路 然後我就發現說 教育部從天國以次連 在網路上可以查得到 所以我覺得說 那我去上國文課的意願 突然掉到零 對 對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有跟自社會的一些朋友 有討論 他們就是在說 之後四書五經 就是現在就是 中國哲學書電子計劃 當時他們也有在開始做 那我就想說如果所有這些東西 包含這些東西的討論跟教授們 他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所有這些東西在送印以前 都先在網路上面可以看到 這個大概到95、96年就成真了 那我就直接寫信 那像我那時候對人工智慧有興趣 我就寫給了 那是AI的最頂尖的一個研究者 他馬上就回我心 而且我們就開始合作 然後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也馬上就發表到網路上 那有那樣的經驗之後 我沒有辦法回學校 就是差別太大了 所以直接回答您的問題 我會覺得說 學校在這裡的功能 其實真的比較是讓學習者 能夠彼此認識 彼此協同 彼此我們說社會化的這樣一個過程 讓大家知道說 你在任何一個點上面都不孤單 有差不多跟你同樣程度的人 可以彼此認識 或彼此支持 那至少在接下來五年的科技裡面 我們還是需要實體空間 所以就是為什麼現在即使 在家實驗教育法通過之後 我們還是推說 個地應該要有共學團體 或之類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不能偏廢 就是說所有的資源 當然都應該開放 在網路上都應該存取 可是在實體的地方 不管在國外也好 在台灣也好 也應該要有足夠多的空間 讓這些不管是自學者 或者是在學校partime的學生 能夠聚會 然後能夠彼此發現彼此支持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謝謝 我覺得這個想到教育 我眼睛也發亮 沒有啦 其實教育真的是我認為 大家都以前講什麼百年大忌啊 那事實上我也真的是這樣覺得 其實我現在在北科大的 當專業助理教授 我其實也是一種臥底的概念 就是一個 我希望 有點做一個田野調查 了解一下 大家都說年輕人的教育 好像大家教不了啊 或怎麼樣 總之我覺得在裡面 其實感受 然後我又去了西谷 這個一個很新的 一個 一種University的概念 其實我有一些新的 也想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覺得 整個教育的本質啊 或者是方式 是必須可以 我們講必須 就是可以被重新討論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就是我日本的教授 他被請到台灣來 他說 你們怎麼一堂課三學分 要120分鐘 他說在日本 還沒有辦法想像120分鐘的課 他們每一個大學的課都是90分鐘 我自己親自教了120分鐘的課 我發現天啊 120分鐘到底要教什麼啊 我說真的 我教他們繪圖軟體 兩個小時 就講得差不多了 一學期的課 說真的 很多軟體要教 或是很多 東西的內容要教 我其實應該是教一個開頭 我讓他們應該 網路上太多YouTube的影片 太多網路上的資源 是教得比我更好的 那我應該是怎麼去教他們 我覺得這個是 對我自己來講是一個 question 那我相信對全台灣 很多老師也是一個 question 那他如果不懂得 教學生 不懂得運用網路上的資源 導致他很可能就是 繼續教10年前 20年前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講 這是一個例子 就是說 現在這個時代 我認為在很多 不管是高能教育 或基礎教育 其實很多東西 是必須可以被重新討論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剛剛講的所謂的虛擬學院 在國外 現在在矽谷 你從 Odacity 或是 Cocera 這種數位學院 拿到的文憑 甚至某種程度 比你基本 原始的大學 還要更值錢 那這件事情 確實 這是一個坑 這件事情不管 但未來很可能 在台灣也會發生 當我在僱用勞工的時候 他的學歷 我到底能不能 怎麼樣的方式去承認 但是我覺得 我在青春大學的時候 我們在討論一件事情就是 即便未來的教育 如何的虛擬化 如何的數位化 實體教育 實體的學院 或學校 一定有他的生存的必要性 跟他的空間 那接下來是要討論的 反而是 實體的學院或學校 怎麼樣去搭配一個 你根本 停止不了的數位浪潮 不好意思 這真的停不下來 因為 當現在的小孩子 發現 我相信各位 如果家裡有小孩 有非常多事情 是他在Google 他會在YouTube 他找到的東西 真的比老師好 其實唐鳳發生的事情 只是提前發生在他身上 但在2010年 2015年 也許他這樣的狀況 可能是十倍二十倍 很可能 接下來的三到五年 或者是現在的數據 很可能休學 或是不去上學的人數 是比以前更高的 那這些事情 我們該如何去做 就是說 事實上 數位浪潮不可避免 那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當時我們在七點大學遇到的是 當我們發現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那七點大學我們感受到的是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專長 被聚集在一起十個禮拜 我們每一個人可以用我們自己 不一樣的種族文化 還有我們自己的專長 我們可以create a project 那事實上 其實就在討論 怎麼樣把這樣的一個結構 把它變成 讓高中生 也可以參加 那我們有印度的學員 就說他跟印度的教育部長很熟 他回去他要討論是什麼 他們印度的中小學 晚上其實就沒有人了 可是事實上 晚上能不能 他可以派出一些hacker 或是一些老師 但這些老師可能跟學校老師 又不一樣 讓這些白天上了四個小時的線上課程的人 他可以晚上到這裡去找實體老師問問題 那問問題的過程 他也許就得到聲教演教 然後也許在暑假寒假的時候 又有一些像Singularity University 這樣的一個又一個的小的單位 去把這些在線上教育裡面 沒有得到同才影響 或沒有得到互動的人 把他們聚在一起 兩個月三個月 我們何苦要把他們聚在一起六年 或四年 就是說未來整個教育是我認為 從我的角度看 它不會是全數位 也不會是全實體 而是實體跟虛擬的教育 某種程度一定是互相補助 我們也害怕這種狀況 當然是上次是沒有發生 但以後如果說是大規模的上傳 或者是用網路直播的話 可能會有 比方說在直播的時候 就可能馬上被CUSO 或者是下面一大堆留言 所以剛剛這兩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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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比較容易回答 據靈民的終端解決機制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因為剛剛有一直很強調 開源授權這件事情 開源授權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現在一個專案 它run的方式 專案的參與者不滿意 他隨時可以拿專案目前現有的成果 然後自己去做一個專案 我們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余蔡 總統上來了 就這些都是幫助 有人願意要去CUSO 有人願意要去做什麼 他要投入他的實證 那畢定是因為他有什麼東西 我們說不評則 他有什麼想要說的 那我們就是把所有的製品 指教 所有這些東西 都當做我們專案的資源的一部分 我們說服他們共提出來 說服他們說 那你這個CUSO的影片 也讓我們繼續實況吧 所以這個概念是一個 我們叫做Digital Commons 就是數位的公有益的概念 那在這個 Commons 大家只加進來 而不會拿出去 那我覺得有這樣子一個心態 希望你是在這個平台上面 希望你是用開源的方式 繼續CUSO 那那些我們都把它當作創作 而且也都尊重 那在這樣子的文化下 很奇怪的 反而沒有人來PILOT 這樣子 謝謝 我補充一下第二點 我也常常聽到就是說 政府機關想要開放一些內容 或者是讓一些事情更公開 那公開的後遺症 或者是也不是後遺症 就是會跟著 跟隨來發生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網路上的互動 你無法控制或無法掌握 我對這件事情的回覆 也許我在這方面沒有談論專業 我覺得從我的角度講 我常常講一個故事 也不是故事一個隱喻 就是說 我希望大家去閉上眼睛 不用閉上眼睛 就是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的社會 當你的機構或是你的部位 在執行任何政策的時候 當你在公開任何政策的時候 網路上是沒有聲音的 沒有人想要恢復 也沒有人想要講話 我相信這樣的社會 其實是蠻恐怖的社會 表示這個社會是有問題的社會 那我相信其實人民關心你們 正在替我們做的事情 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即便說在過程裡面 確實有些人可能會酷壽啦 可能有些人會謾罵啦 但我們認為其實這是我們所選擇的價值 我們所選擇的民主跟開放的價值 這件事情是隨之而來 不得不來的事情 那當然可以透過一些 像唐豐他們在社會經營上的經驗 譬如說你可以轉 你可以很清楚的讓人知道說 我們所做的事情是會被留下來 可能會轉出去的 那能做到的一些提示當然是可以做 那我想這件事情某種程度是打不了的 所以怎麼樣去習慣跟這樣子的網路共存 或者是怎麼樣可以找到一個屬於各個部會 或各種資料格式 在網路上面可以能夠更開放 能夠更被理解的方式 我相信這其實也是各位的挑戰 其實都是大家的挑戰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在網路上每天都在面對這樣的事情 不是只有政府 政府公開的事情會被人家哭手會被人家講 那網路本來就深層這個樣子 那我想現在最近很流行一個所謂的共生的概念 那我覺得這個是 我相信是對大家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挑戰跟思考 那我想因為時間不多了 所以我想剛剛有拿到這個裝置的 底下有一個網址 因為這個是我當時強烈要求 就是說我們不能只是一個 那個投影片這樣講講講話 虛擬世界啊 大家想的以為是那個科幻點 那事實上這個東西 希望大家可以拿在手上真的去試 如果你不知道要安裝什麼東西的話 它底下有個網址叫g.co 然後carboard 任何一支Android手機或iPhone的手機 其實都可以使用 那iPhone 6 Plus有點太大了 也許不太適合 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手機都是可以使用 可以體驗的 那我想各位的問題其實也一定不會只有你自己有而已 那我相信未來這件事情溝通 這一條連線 也就是這樣子所謂的架構是不會斷掉的 那我希望各位都可以有一些想法 那持續 我們彼此之間可以一起來討論 讓台灣可以更好 那我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大概只能到這個地方 那其實我自己個人 我去參加這些社群啊 以及G01的這個活動啊 幾乎每次跟他們開會啊 都是文字稿都直播出去了 所以講什麼話都 我剛剛講了富民山蠟記錄的這個時代啊 所以我去參加他們幾次 現在去google還看得到 然後講了什麼話 都有這個文字稿在記錄啊 那他們的這個社群的一個生態 跟他們的活動就是這樣的方式 那我們也要了解他們是這樣的方式 那我也是跟G01的那個朋友們講說 那政府的運作就是不一樣 我們這個簽合沒有到最後 簽到最後一個字 那個公文是出不去的 那這個是我們政府體制就是不一樣 所以這個兩個是非常不一樣的體制 那我們需要透過不斷的這個 大家不斷的互動啊 可以讓我們彼此更了解 那更了解以後我們的合作啊 才有辦法加成 那虛擬世界是存在的 我們沒辦法這個故事 它也會越來越影響力越大 但是實體的世界也不會消失 所以虛擬跟實體是並存 而且是互相會激發出一些新的火花 我們也希望虛擬世界跟實體世界的互動 可以讓我們未來的這個生活跟世界更美好 謝謝